Hello,大家好,不知不觉已经上了十节课了,时间过得好快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对齐和分布 那对齐和分布如果大家熟知奥多比软件的话 这个应该不陌生,在illustrator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对齐和分布 那有什么用呢? 其实就是方便你在create,创造不同的物体形状的时候呢 快速地帮你对齐 然后这个对齐和分布就是字面意思 我觉得应该就不需要解释太多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今天这节课主要讲的内容 然后它能够帮助我们对那个pixel perfect design 做比较快捷方便的一个一个action吧 然后好了,那我们现在先打开sketch 好了,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先 196196 我们换一个比较变态的颜色吧 紫色 那因为我刚画了复制是刚刚command c或者是你用option 用鼠标拖也是可以达到一个command c或者是copy c,copy v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会看到当你在拖动sketch的时候 它其实这边有红色的衬线会告诉你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有多少 好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分布与对齐啊 在你右上角这边,我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放大 但是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些非常可爱的灰色和蓝色的icon 它们分别都有label的 它们都有标签和提示你这个是平行线的分布 这个是垂直线的分布 这个是左对齐,右对齐,就是中心对齐 这个是上对齐,中间对齐和下面对齐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东西画的都一样嘛 所以我如果上对齐和下对齐的话 大家根本看不出区别 那我现在就让它拖拽一下 这样子的话 长宽高都不等 那我现在是把,如果你要选择对齐的对象 你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对齐的对象都选择到位,对不对 你可以点击鼠标这样拖一下 也可以按住shift一个个点 这个按住shift比较麻烦 就是全部拖拽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你拖拽的时候 刚才这些灰暗的icon现在就亮了 亮了就是告诉你可以用 你看到这些forward和backward就是 往前推往后推的这个图层 它是灰的,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图层 就没有办法推动嘛 所以就好像现在我没有点击它们的时候 这些icon是不能用的 我点不动,点不动 好,我选择这四个物体 这四个shape 然后上对齐的话就是上面那条边对齐 下对齐的话就是下面那条边对齐 中间对齐就是它们每个物件的中心线 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个很好理解吧 这个应该不难吧 然后我们等一下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分布 那分布的时候 呃有一个刚之前有一节课上过的东西就非常好用 就是大家可以把 layout选出来 那我假设我这个东西我想要在这个gutter的最左边 然后呢 我这个物件想要在gutter的最右边 当然你猜这边的view也可以把这个layout关掉 这边是一个short cut 你同样可以从菜单来选 就是两个地方都可以选 我假设我左边第一个方块已经定位了 这个正方形 以及最右边的这个长方形我也要定位 我不希望它们移动 然后我再选择它们一起 这里有一个distribute horizontally 就是说是平行线的平均分布 那我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它会调整到每一个物件中间的分布是平均的 但是我左右两边定位已经跟这个layout定好了嘛 所以这个是在你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这个是水平的 那vertical那个怎么用呢 vertical的话它对水平的就是形状是不是很有用的 你必须把它 你必须先把它放到 放到水平的 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个太长了 我们在一个页面里不能看 我就把这形状稍微改一下 somehow改成这样 这样在一个页面就看得见 然后把它拉开一下 那我们同时在选择这四个形状的时候 我们用垂直平均分布 大家就会看到垂直的平均分布 那左对齐右对齐的话就 这个我选择这三个 左对齐 当然这有overlapping啊 我先把它们放 左对齐 右对齐 最终对齐 所以这个的话 是非常基础的一个 一个action 也是一个property 但是在运用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是大家画icon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细节东西要画的时候 这个对齐分布是非常有用的 我个人使用对齐分布是非常多的 所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那今天的sketch就到这里咯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